清朝乾隆年间 慈云灌顶发死 这也是在那个时代的大德 通宗通教 邪密约容 著作登圣 他一生当中 这个著作 四十多种 日本万字大藏经里面 收了有二十多种 他老人家 由 观无量寿金的主集 叫观金之指 我们在早年 学习 观无量寿金 读过他这个著作 这个里头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造作 无利是无 居住不善 极重的罪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教的 所说的这些经教 都救不了你 祖师大德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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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救不了你 你这个最多种 贯定法师说 最后还有一个方法 能救你 什么方法 一心 端念 南无 阿弥陀佛 能救你 你就晓得 这一句名号 比诵金的功德大 比拜灿的功德大 什么样的参与 都比不上这句话 这很多人不知道吧 你要知道了 如果说超度亡人 或者是超度祖先 做这些法规 去拜灿 不如 念佛了 同餐到游 记得去 那念一天佛 就更多多了 这很多人不知道 那餐一当中 佛号越多越好 你看看这个 中宫禅寺三十七年里面 念佛的时间 占很长 他很有道理 中宫的开始太好了 真正能得 明天佛 明天佛念礼 听他的开悟 会觉悟我 这都是念佛 修正进度 与静宗 与静宗 警教完全相应 念念念中 消消除八十一节 生死之罪 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业 还是这么重 由此可知 无时劲以来 我们造作的不善意 太多了 佛要多年 就是消耀者 而且非常殊胜 超过一切 精灿 命中之后 的圣经 记得往生 由上经义可振 所云 神念者 知识 持名 念佛 这是我们看到经上讲的神念 确确实是 就是指的 这持名号 一心 专念 南无阿弥陀佛